本次行动共有军统上海区共计138人 或被捕或投诚或被击毙 这事不赖我 要怪你就怪代表安保 全都投下了 怪我 没能把消息送出去 你说中共的麻雀还没找到 又冒出来一个熟地皇 如果这两个人藏在行动处里面 那毕竹梁的责任就大了 先让他查 再给他下套 你有什么办法 我也认为毕竹梁不太可能就是熟地皇 上一次命令你去剿灭军统上海区的人员 这消息就没有任何的走路触及 足以证明了毕竹梁他不是熟地皇 但是三星却得到了一个消息 毕竹梁与共挡油染 共挡油染 供党 供党 杀江 这和走私贩卖可是有性质上的不同 这可是通共的罪名 全很多 据我所知 之前被抓到 后来依送南京的 共党特务宰相一案 里面有诸多的疑点 但是想要查阅所有的捐踪的话 绕不开逼重粮 这个好办 我可以给你签发一张特皮令 当案室里面 你可以随意查阅所有的捐踪 实在是太好了 三星一定可以找到 其中一些蛛丝马迹 等等 千万要注意 这个事情悄悄地进行 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这么说对你是有好处的 三星明白 谢谢李主任的提醒 柳小姐 奉李主任之命 我前来查阅一些案子的捐踪 还请柳小姐醒个方便 这就是特皮令呀 苏队长好大的面子 我来行动出一年多了 头一次见招特皮令 我就是个跑腿干活的 要说面子的话 那也是李主任的面子 苏队长你就别谦虚了 需要什么告诉我 可以在这儿审阅 非绝密档案也可以借阅 不过呢 需要做个登记 送出座那儿报备 借阅就不需要了 我在这儿审读一下就可以了 那好 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我帮你找 你帮我找一下 郑平如刺杀丁世村案 上海特别是市长 傅晓案被刺案 还有中公特务宰相案 没问题 上钩儿 可以动手了 这颗苏三星 心还真大 苏三星已经进了大案室 这么快 我需要你和唐山海 帮我拦住刘梅娜 好 梅娜 我是毕城 这里有一份文件要入档 我这儿有事走不开 你能不能过来收一下 没问题 正好啊 我也想找你借两本杂志看看 好 谢谢 苏队长 不好意思啊 我离开一下 如果有人找我 你让他等我一下 好 你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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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看这起泡 这件不错 对 我就喜欢这个颜色 明天我就去上计 让他们也尽一块这个布料 我也做一件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颜色 只有像你这种 肌肤胜血的人 才可以驾驭得了 唐队长 两个人聊什么呢 你快来帮我们看看 你说我做一件这个旗袍怎么样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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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МУЗЫКА 着火了 快走啦 不是走 快走 饿 下户了 快點 快走啊 快跑 不行 苏队长还在党二室呢 你管他干什么 他自己会跑 对 快走 一车 走 快 有人吗 快了 开门 快走 快把门打开 快来丢火呀 快走 有人吗 开门 快 快啊 快 快把门打开 是苏队长在里面吧 对 是我 给我把门打开 哪热火了这是 这么大烟 初作 您没事吧 查一下起火原因 是 原因没有查清楚之前 所有的人留在这里 原地待命 人都到齐了吧 排队点名不就知道了吗 点一下 好像没看到苏队长 坏了 苏队长还在党案室呢 他该不会还没出来吧 不认识 这种不认识 他也会不会还能再伤出来点 有可能 有可能 罗维娜 处理什么时候规矩都坏了 没有我的同意 谁都能进党案室 没有 初作 您误会了 我哪敢坏处理的规矩 苏队长是拿着总部李主任的特别令来的 我刚想跟你汇报这事 不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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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初作 查清楚了 办公室除了出去办事的兄弟 就苏三醒不在 报告初作 回应你查明 是西边楼梯二楼和三楼之间 堆放的一批物资起火 怎么着的 怀疑是有人乱丢烟头 延期的火灾 火灭了吗 所幸火势不大 已经灭了 别投 到 带几个人去处理现场 好 你别动 阿大阿清 带哪儿人啊 带哪儿人 都注意安全啊 我们几个儿跟我来 好 快 等烟散一散再让大伙进去吧 好 上海 你跟陈神和二宝 先跟我进去 是 曾树呢 我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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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他刚才还在这呢 真是 说 看 说 说 说 确实是被人冻过了 你们觉得今天这场火灾 真的就是一场意外吗 就算是 也是有人故意制造的火灾 会不会是苏三行想要盗取情报 蓄意制造火灾 是盗取情报未遂 那他 他还得有同伙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了 他的同伙为了自保先跑了 那他为什么会倒在这里呢 因为时间不够 为了自保他只能自演苦肉计 把这个嫁祸给别人 合情合理 看来诸位都是推理的高手啊 如果一切属实的话 那么这次苏三行应该难逃死罪了 党队长 陈队长 沈苏三行的任务就交给二位了 记住 千万不要冤枉一个忠臣 也不要放过一个奸细 是 是 为什么毕中良愿意花这么大的心思 对付苏三行 他改天要是用这种心思对付我的话 我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和苏三行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第一 你有李沫群作为后台 苏三行没有 李沫群不也算是他的后台吗 当然不算了 如果苏三行出什么事的话 李沫群会在第一时间跟他撇清关系 这怎么算后台 第二呢 第二 如果苏三行要是能像你那么会做人的话 老毕 未必那么着急要杀他 也对 先下手为强 沙海 曾树好像不见了 曾树一向跟苏三行不和 处处被他压制 应该不会帮他吧 如果他真的以为 我们对付了苏三行 接下来就是他的话 那他真的会帮他的忙 他会不会找李沫群去了 那怎么办 我们要赶在李沫群到之前 让苏三行死得何情何理 刚才你识到了 大概是哪个数个 如果我们在手机或设备 我が更易忙 そして Š之际 まず自我 你应该心里清楚 我心里不清楚 你骗取李主任的信任 让他给了你特批 以查阅档案为名 肆意制造火灾 偷取归零计划 可是功亏一篑 你为了自保 演了这出苦肉计 我说的对不对 苏队长 什么归零计划 什么火灾 这些跟我没有关系 拳头 拳是拳头有人要陷害我 我要见李主任 你觉得李主任会见一个 假头城真卧底的奸细吗 我不是奸细 我要见李主任 陈队长 什么事啊 处则让你立刻去他办公室一趟 知道了 我要见李主任 可以啊 但你要保佑你活得够长 什么事啊 你要看他 还没有 我才不认为 我又想你 什么事啊 不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得马上从这儿离开 你也是毕中良派来的对不对 被咬过一口的兔子难免怀疑所有人 别忘了 我早就提醒过你 毕中良什么都干得出来 如果你领教过毕中良的厉害 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总之我们这些人要是想在行动处活得好 免不了互相取暖 你现在要想活着从这儿出去见到李默泉 洗脱你的罪名 你只能相信我了吧 唐山海已经进去了 如果这个电话是李默泉打的 就说明他现在还在总部 唐山海会让苏三醒劫持自己 只要他上钩了 我们就有机会杀了他 给他的枪里面没有子弹 所以唐山海不会有生命危险 天堂有路他不走 地狱无门他偏行 怪不得我们 刘二宝已经准备就讯 要快 说不定李默泉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你拿这把枪劫持我 然后跟他们要辆车 这样你就能活着见到李默泉了 唐兄 三醒这回要是能活下来的话 我一定会报你的答案大得 再说吧 唐兄得罪了 那ル凰 这段谄bers 你说内容 哪里都有 然后 那 corridors 哪里有 Hydro 看 闹江 你在哪里 去把他姐姐请过来 好 如果你不想唐队长 血俭当场的话 你把人给我散了 二宝 行 放下枪 把枪放开 把枪放开 苏队长 我要是你的话 就不会做这种蠢事 在这儿等死才蠢 我要见李主任 苏队长 你太冲动了 您想见李主任的话 你让陈队长打个电话 李主任就会来 你把我放下 咱们好好谈谈 唐队长对不住了 你再忍一下 我信不过他们 苏三千 我看你是心虚吧 苏队长 你想见李主任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谈条件 我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苏队长好像有一个姐姐 也在上海 你什么意思 苏队长的家人 也是被日本人杀的吧 如果你的姐姐知道 其实你就是一个汉奸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陈深你敢 你现在觉得 我有资格跟你谈条件了吗 你说 很公平 你把唐队长放了 我来做你的认知 好 我陈深一人吃饱 全家不挨饿 你把唐队长放了 唐太太也不会担心 好 好 给我备车 我要去总部 车钥匙就在这儿 给我送过来 举起手 都别动 过来 唐队长 队住了 小心 王莉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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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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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狐狸李莫群 自己不来 把日本人搬来 陷害 这分明就是陷害 赢左将军我已经把军统上海区全部送给了总部 我早和军统已经不共戴天 我怎么可能去帮他们投情报 绝对是陷害 苏三行 太冲动了吧你 赢左先生还坐在这里 自始至终 有谁把盗取情报的罪名归到你头上 你有多心虚啊 这么着急要离开行动处 还不惜劫持唐队长为人质 可陈深不是这么说的 看来是我的推理 让苏队长吓破了台 你们能把我当奸细靠起来 你们就能杀了我然后说我招了 我会在这儿倒死吗 是吗 那为什么不趁你昏迷的时候直接把你给杀了 我们还要等着你醒来呢 莫名其妙发生了一场火灾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办公楼 只有苏队长你一个人还待在档案室 可是半个小时以后 当我们的人回到档案室的时候 却发现你已经晕倒在了那里 而且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可是呢 在档案室绝密的保险箱上面 却发现了有人试图打开它的痕迹 我想任何人看到这样的情况 都会把此人列为嫌疑人 疑问究竟的 放屁 着火的时候我在这儿待着 门是有人在外面反锁的 谁放的火我知道吗 那个 我觉得苏队长劫持我这件事 确实干得冲动了一点 但是他应该不可能 一个人完成这么多事 唐队长不好意思 英佐将军 我觉得是有人 怕我查档案的时候 发现了内奸通共的痕迹 所以故意设计陷害我 我要求彻查此事 还我一个清白 毕处长 是 我好像 已经听明白了 这件事情 好像是一场误会 我也希望是个误会 是 为了将此案调查清楚 我会把苏三行带回美机关 我会责成先兵队调查此案 希望 匹处长 能予以配合 遵命 尽队调查 即使υ whack 使我 请 其实 我知道你在承受什么 这方面我是非常赞赏你的 但只是一味地承受 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个人的爱愿都是渺小的 完全可以抛弃 其实每一次听丁座先生的教诲 重要的会背赶自己的渺小 你的这一点我很喜欢 但你很会说话 其实我不喜欢苏三星 他这个人不懂得收敛 即便有再大的本事这样做 总会找人讨厌 但是在他这种人身上 却有一个极强的优点 让人无法漠视 那就是为了达到目的 他会竭尽所能 不计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所以 我们仍然需要 包容他 你说 是不是 应作先生所言即逝 先生请 嗯 你手一直在流血 还站这儿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上医院 有点小伤 没事 不行 处理不好会感染的 我的意思是 刚才是因为山海有危险 所以陈队长才受的伤 是毕章说得对 你们两个人赶紧帮我送他 上医院 是 去吧 真可惜 真可惜 如果不是日本人突然来了 这件事本来可以完美解决的 你说李默群这个人怎么这么狡猾呀 他自己不出面 大把日本人给搬来了 李默群既然给了苏三星 查阅档案的权限 就知道苏三星一旦出了事 他也跑不掉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 让日本人来救他 他也知道 毕章梁想对付的其实是他 我本以为陈队这个计划 已经够天衣无缝的了 没想到还是功亏于亏 这里每一个人都不容小看 每次吃血过多都觉得好饿啊 得吃点好的补一补 想吃什么 我请 我想一下 能想到吃 我就放心了 能想到吃 我就放心了 你觉得日本人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大案是经过这次变故 一定会清查归当 毕章梁一定会让我参与的 这么说 我们有可能会找到机密计划了 陈队长 你真的帮了我们很多 谭队长 因为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 手怎么样 手怎么样 没事 我这手抓牌的运气可好了 装护你的牌 苏三星这次命不该绝呀 就先放他 就先放他一码 你手上收的这个账 我一定会让他加倍偿还 宪兵队那边要查起来 我们应该想办法先应付啊 宪兵队那边要查起来 早想好了吧 说 随便编一个喽啰的名字 就说此人无故失踪 把放火 盗情报 打晕苏三省的罪名 全部推到他身上去 那这姓名和莱莉 一定要编的说得过去 还要死无对证 这事你亲自负责 哪有那么容易啊 说得轻巧 这样吧 你晚上打牌多输一点给我 不然的话我可能办不妥 个小子佬 对了 这两天白天待在行动处 哪儿都不要去啊 为什么 处理档案室要重新清点归大 别人做我不放心 还是得你来 这个得算加班的吧 要不要把你的旧账 先给你算一下 我手疼 我要去医院 不算账了 算你够狠 这里就是今年入党的 所有文件了 这些东西清点完了 那这盘点的事是不是就结束了呀 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呀 那里还有一个绝密文件柜 除了出座 谁也不知道里边撞了什么 等出座告诉我 那里边也可以了 这事才算完结 这事跟我们也没关系吧 那姐 等这盘点完了 我请你去米糕梅跳舞吧 有一个华尔兹你会吗 会啊 我还专门做了一条舞群呢 太好了 咱们练习一下 嗯 来 开始 有 不错吧 不错不错 哎呀 不错呀 陈队长 要不要把我办公室的留声机 给你们拿来呀 真把这儿当米糕梅了 初次 我 美人当前情不自禁 像你这种年纪 不知道我们年轻人的冲动 伟大伟小 伟大 出去 哦 好 那么咱们处理 现在最高的机密情报 是什么 归零计划 原来这归零计划 不是放这儿的 谁让你过来的 行行行 过去行了吧 保险箱密码所上的数字 每次我都会恢复成 七 六 七 不过苏三醒 要是上次真的被我们整死了 也确实是挺怨的 都没有 营佐 只是让我 deesin 不要了 医生致 消失你 CAP 就 possível 人 延伸 他们才不是 是零集ュаг 不要沾当然了 我们这有权 医生地 雨她呀 每个不比他人才 这句话怎么像是在骂我呢 如果人才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叫心腹打患 这次多亏了李主任 您及时请来了 嬴左将军前来营救 不然的话我估计我在现场 就被毕中良打死了 没想到毕中良为了对付我 竟然设计了一个这么大的圈套 我太轻敌了 怪三星 三星实在是太不会做人了 太急于求成这才险些丢了性命 三星 回去以后不要再有新的动作 先老老实实在他手下当真 三星明白 至于行动处里面其他人 你也清楚应该怎么跟他们相处 先让兵不动 找到一个恰当的机会 我一定替你扳回一局 是 三星谨记李主任教诲 你不过来 我可以再做一句 你不做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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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对付了 我最后一会 你不是要做一句 你不做一句 我感觉到你的 我感觉到很不高 你不做一句 我感觉到没有 你不做一句 我感觉到很不低 好 谢谢 谢谢 这次你帮我搬了旧兵 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用谢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你要是死了 我也活不成 你有没有后悔过 为什么要后悔 纪人篱下的感觉 没那么好受 如果你无能 别人会瞧不起你 但是如果你有能耐 别人会视你为眼中钉 就算是眼中钉 我也要做一颗 别人永远都拔不出来的钉子 既然 犯罪嫌疑人已经畏罪前逃 那么在没有抓到此人前 没有证据证明苏三行 跟此人是同伙 是不是这样啊 毕处长 是 我已经派人继续抓捕嫌疑人了 那么我还是愿意相信苏三行先生 对我们大日本帝国 是忠诚的 我也相信 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误会 英左将军 出座 我愿用加倍的忠诚和努力 来报答二位对我的信任 就像我们日本军人这样 一致对敌 攻减东亚共农权 毕处长 苏三行这次回来 看来是改变战术了 这个苏三行啊 你看他对曾树 牙字必报的那个作风 一有机会 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和我 这个臭毛病咱不能惯着他 你说是不是 但是我倒是觉得 他有一点说的是对的吗 什么 我也觉得中共的麻雀 就在我们行动处里边 唐山海跟他说 你就是中共的麻雀 我